美国现在频传 亚裔又遭到随机攻击 同时不幸的是 就在2月14号 一名韩裔的女子 在纽约曼哈腾的下城 要回家的时候 被歹徒尾随进家里 上楼乱刀刺死 警方逮捕了这个凶嫌 她前科累累 是非裔游民 有精神病史 那么当地的华裔社区呢 亚裔居民集结上街 爆发怒吼抗议 他们认为整个纽约的司法系统 是轻罪不起诉 那么使得很多有前科的人 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而纽约市政府 在唐人街附近 又要再增加精神病患收容所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 治安败坏的根由 最重要的不是游民这个标签 而是纽约市政府 没有任何辅导游民朋友的措施 那么使得社区的人 现在生活在惊恐当中 纽约曼哈顿下城区 2月15日 少见的出现以亚裔为主的抗议活动 要求民选官员 紧速改善社区治安 35岁的韩裔网路音乐平台制作人 李延儿 2月14日凌晨4点多 回到住所时 遭一名年轻 非裔游民 尾随上楼杀死 邻居听到他尖叫声 随即报警 警察赶到时 这名歹徒还假装女子声音 阻止警察进入 一个多小时后 警方才成功破门 但李延儿已经被刺死 在自己的浴缸内 有多起攻击和骚扰前科的凶嫌 阿萨米德只有25岁 即纽约司法系统认为 不应被歧视的 弱势条件于一身 精神疾病患者 有犯罪记录 无家可归 但种种迹象显示 阿萨米德可能是预谋犯案 凶刀并非来自李延儿家的厨房 阿萨米德曾经持枪抢劫商店 但因纽约地检署轻罪不起诉政策 没有被监禁 命案发生的公寓 其实离地铁站不远 房东也给每户都装了防盗门 但防不了这一类预谋犯案 距离李延儿家不远是一间旅馆 正是纽约市府指定 暂时让游民牺牲的收容所之一 亚裔社区居民们抱怨 纽约市府还要在唐人街附近 再设三家游民收容所 但没有积极的治疗与辅导作为 精神病患与游民状态 只会更恶化 威胁治安 我们选择公司需要 我求求他们行 所以没有一个生命是失败 太多的生命是失败 在2020年 一位亚裔社区居民们 发生了准备的装饰品 Febreze 一位俄裔社区居民们的面子 封面前年 昨天一位 一位韩裔社区居民们 刺激在面子 在什么 NYPD说 是不准备的 决定 今年1月初 一名亚裔妇女周末 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 在列车前被推下铁轨死亡 凶手同样也是前科累累 并且有精神病史 认为自己被社会遗弃的弱势者 随机攻击 看起来不太会反击的对象 以发泄自己的错者愤恨 另一个可能因素是 种族仇恨 疫情影响美国经济 前总统川普的中国病毒言论 更让所有亚裔遭殃 纽约市警局统计 2020年到2021年 针对亚裔的随机攻击案 暴增343% 且不论中国有没有制造病毒 川普的言论更明显的效果 就是所有美国亚裔成为 戴罪羔羊 无端袭击案的攻击对象 但疫情之下 经济最弱势的一群人发泄愤怒 随机伤人的案件 近来在全美各地似乎也越来越多 同样在2月14日 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阿尔伯克基市市中心大街 骑脚踏车的大刀客 随机攻击人 在7个不同地点刺伤11人 1月中洛杉矶一名护士等公车时遭流浪汗刺死 同一天一名家具店女店员也遭随机攻击死亡 这名美丽金法女郎还在读研究所 死在她打工的高级家具店内 凶手扬装成逛店的顾客 一周内还造访过其他商店 所有这些随机攻击案凶手都是游民 也都有吸毒史或精神病史 如何在呼吁社会不要歧视弱势的同时 保护无辜市民 正是拜登政府内政上的重大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